从国外留学归来 我如愿娶了心目中的白月光 柳如烟 婚后 我被她与情人抛尸合理 我成了她重振家族的垫脚石 重生归来 在相亲宴上我掀了 那个罪不被人在意 但上一世却为了救我 跪求在她姐姐房前一整天的小太妹柳诗宇 柳诗宇高披着插 把腿搭在我肩上 一副老大教训小弟的样子 性计的 我却你立刻马上改变主意 本小姐对你没兴趣 而且我很危险 我神色淡然自若 面带微笑看着她 我选的就是你 正文开始 我看着对排的两姐妹 两人都是柳家千金小姐 但一个 是当地众多豪门富少心中的女神 一个是整日混集于街上的小太妹 爸妈 柳叔叔阿姨 我喜欢的是 我在说时 柳如烟显得有点害羞 感觉不好意思 而柳诗宇 则是一副无所谓 完全不关义的样子 悠然吃着牛排 喝着红酒 毕竟每次两人的出场 只是为了衬托柳如烟的优秀 柳诗宇 我看着她淡淡笑道 嗯 嗯 好好 所有人都还没有 从我的话语中反应过来 条件反射般表示着认同 因为他们默认 我说的就是柳如烟 倒是柳诗宇第一个反应过来 听到我说她名字 刚喝进嘴里的红酒 硬是喷了我一脸 满脸的错愕 这是其他人才反应过来 阿达 你在说什么 父母语气有点责怪我道 柳如烟带着委屈 和失落的眼神地看着我 我喜欢的是柳诗宇 除了她 谁也不要 我态度坚定道 这时 柳如烟眼带泪花 从众人眼前跑了出去 父母让我去安慰一下柳如烟 我却一直盯着柳诗宇看 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她用餐巾擦了擦嘴巴 依然若无其事地 吃着牛排喝着红酒 仿佛一切都 还是与她无关 我看着眼前这个高冷的小太妹 脑海不断闪过 灵魂停留人间的那七天 上一世她 为了救我 不顾尊严 在柳如烟房前跪了整一天 但当她得知位置找到我时 我的尸体已经在水里抛的发肿 她抱着我的尸体 仰头痛哭 后悔没有在我面前勇敢一次 不然结局可能就是现在这样 下一瞬间 她眼神又变得凌厉 我会让他们一起 给你陪葬 她为了给我报仇 在我头七那天 在家庭聚餐上下了毒 结果 被人及时发现 所有人都送去洗胃 但唯独落下她 我没有去安慰柳如烟 对她这样的白莲花 再有一丝怜悯 都是对自己的残忍 我独自在院子里抽着烟 她眼带泛着红上来质问我 博达 你不是说回国家就娶我吗 她楚楚可怜的样子 曾让满城的富家子弟 败倒在她十六群下 可我现在觉得异常恶心 上市的一年前 我曾承诺 回国后就娶她 她笑而不语 你听错了 我是说娶你妹 很抱歉 让你误会了 作为她的姐姐 你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对吗 她紧握着拳头 牙槽绷紧 我等着她怒火的爆发 毕竟她走到哪里 都是重心捧约的待遇 还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而且之前的我确定 是喜欢她 但她很快 又调整好了情绪 是不是 施语找人威胁你 她现在整日 与一些小混混在一起 做事可是心疯手辣 她关心道 她觉得我前几天 在河边晕倒 是柳施语找人来威胁我 让我在两人之间选择她 施语是我的人 我不希望任何人 这样诋毁她 我言声道 她愣了下 没想到我会这样坚决 再次回到房间 气氛变得异常尴尬 因为我的临时变卦 打破了双方父母的计划 相亲业也就暂时被搁置 所有人都走后 只剩我和柳施语 她依然休闲自若地 品尝着美酒美食 整个过程 她就只说了一句对我的话 我就静静地 看着她把最后落吃完 她用餐巾擦了擦嘴巴 还打了一个宝格 一点也没有女生的修养 反而像得混混似的 她挑着牙签 踏着靴子 缓缓向我靠近 突然把腿劈在我肩上 揪着我的衣领网上提 心机的 我劝你 最好立刻马上改变主意 本小姐对你不感兴趣 而且我很危险 我看着她装腔做事的样子 甚是好笑 是吗 不喜欢我 为什么十一岁时送你的钢笔 还一直珍藏在你的保险柜里 她被我的话震惊到 差点被站稳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 只属于她的秘密 如果不是上世灵魂 漂浮在人间的那七天 还不知道这个小太妹 竟从小就喜欢我 我立马起身 顺势一手拉住她的手 一手扶住她的腰 局势瞬间变成我在上 她在下 我俯身低头不断靠近她 两人鼻子都会要贴在一起 这是我的秘密 你 我要定了 回到家 父母质问我 明明我从小喜欢的就是柳如烟 怎么出国回来 喜欢的人就变成了柳诗语 在他们心目中 柳如烟无论是样貌长相 还是才华与能力 都是最佳的媳妇 爸妈 这是你们就别管了 我会处理好 而且柳如烟也不像 你们看着那么简单 我看着眼前的二老 上一世 他们在柳如烟进门后的一年后 出车祸先时 而背后的黑手 就是柳如烟情人做的 他的情人也不是谁 正是圈内平常和我称兄道弟的好兄弟 一腾成 爸妈 如果我告诉你们 柳如烟就一朵表里不一的白莲花 你们信吗 二老愣了愣 相互看了看 问我是不是和柳如烟闹了什么矛盾 如烟 这孩子 也算是我们 看着长大的 怎么看也不像 那只能 说他真的很能装 人前就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孩 人后比谁都狠心 只要他想得到的 一定会不择手段得到 柳世宇从小就被他拿捏得死死 两人 在家地位 也是一个天一个地 虽然他们家现在以家是中落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年仅二十六的他 已经为家族挑起了大旗 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呢 倒是柳世宇 别看他表面是个小太妹 整日和些小混混在一起 就觉得他不好 他心底可善良着 父母在我的劝说 最终把决定权交给了我 毕竟今后的我还要接管家族整个公司 我的能力和性格也足以让他们放心 柳世宇 这一事我要定你 柳如烟 一腾成 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昨天我在相亲宴上的壮举 很快在圈子内转开 他们都笑我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吉少 你这是吃腻了山珍海味 想尝尝野味 胡说 吉少分明是在给我创造机会 吉少 采访一下 是什么原因 让你做出如此英明的决定 几人你一句我一句聊着 一腾成也在一旁偷着乐 不瞒你们说 其实我心里喜欢的一直是柳世宇 我一本正经道 一腾成惊讶地看着我 我向他点点头 给他的眼神 他心领神会笑了起来 上一世柳如烟 就是联合一腾成 把我害死 一腾成当天 就去找柳如烟表白 结果失败而归 柳如烟更是放出话 说自己认定了我 不会考虑任何人 我瞬间成为 重视之地的负心汉 这倒出乎我意料 两人明明 在我出国期间 就已经暧昧上 现在腾出机会 竟然不接受 柳如烟上次被我拒绝后 还没有死心 有空就往我家里跑 但父母已经 把决定权交给我 即使柳如烟 再怎么献殷勤 也没有丝毫进展 另一边 我已经缠上柳诗宇 我来到他开的桌球室 这是他平常待的地方 在外人看来 柳诗宇就是个 街头小混混 整天不务正业 上不了台面 还三天两头 就人发生冲突打架 但众活一世的我知道 他之所以会发生冲突 要不是为了帮人追债 就是为他的那些 受人欺负的姐妹出气 他扎了个马尾辫 头发自然垂在后面 白色的长袖衬衫 把一脚打了一个 结在肚脐处 露出他那若隐若现的 马甲线 好身材让人一览无疑 有个男的正在和他搭讪 让他当他的陪玩 我大步走到他旁边 手搂住他的肩膀 不好意思 我未婚妻不喜欢 跟陌生人打球 一瞬间 桌球室内 所有的人都惊讶了我们 柳诗宇静红着脸 向现场的人解释道 就是朋友不是什么未婚妻 旁边刚才那个男的 顿时来了 兴趣嘲笑道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声音很大 整个室内的人都笑了起来 明显是想找事 我刚想回对他 柳诗宇用手挡住我 示意让他来解决 哟 还是个只会站在女人后的 小奶狗啊 我握住他挡在我胸前的手 怎么 心痛老公 他快速把手抽了回去 滚 脸还红着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这么容易脸红 我把他挡到我身后 走到那嚣张男前面对着他的脸 你不是 想找人陪玩吗 我来陪你怎么样 他眼神轻蔑地打量着我 这时所有人都停下球杆围了过来 就你 怎么 不敢 谁怕谁 不过单打没什么意思 有点踩头踩好玩 他好像对自己的球技很有信心 不过也正合我意 双方约定 三局两胜 如果我输了 向他低头认错 并支付他 一年在这里玩的所有任何费用 如果他输了 他得向柳诗宇和我道歉 并在这里充卡五万 柳诗宇 这时走过来 问我是不是疯了 不要这里逞强 你对我没信心 我赢了的话 你请我喝酒如何 他被我盯着脸又红了 赢了再说 大火很自觉为我们腾出一张桌 我让他先打 肖张男确实有几把刷子 第一局一赶轻桌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桌球也是我的长期 而且还得过省业余赛冠军 第二把 我也同样一赶轻桌 第三把 他在打最后两个球时 还得意向我发话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是小气的人 我手拖着塞 笑笑让他继续 因为他已经没机会了 最后的黑球 被我的小球完全挡住 现场所有人 不由发出一阵唏嘘声 我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贴在他耳边 打得不错 不过还是差了点 我依然顺畅一赶轻场 现场发出一阵欢叫声 柳诗宇也是被我的球技惊艳到 我拍了拍肖张男呆若木鸡的肩膀 往柳诗宇方向走去 他双手插在胸前 寒意笑笑地看着我 走吧 喝酒去 这天之后 他不再那么抗拒我 看我的眼神 也多了份柔和 往后的几天 无论他在哪里 我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他 我还经常陪着他去收账 去做义工 在路边吃大排档 他收账方式很不一样 不仅对别人好声好气 还给别人介绍工作 我看着他大口喝酒 大口露串 与朋友交谈时开心的样子 一时失了神 从未见过他这个模样 以前每次见他 都是冷冰冰的 无论是在家里 还是在我们面前 看什么呢 他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未婚妻真好看 滚 他虽然嘴上说着让我滚 但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我趁他不注意 把脸贴到他旁边 当他反应转过来时 嘴唇已经贴在我脸上 他用手臂给了我一肘 我痛得直舞胸口 其他人看着我俩打情骂靠 不由笑了起来 这时 我电话突然响起 是柳如烟 喂 电话里头传来的是一个 陌生女子的声音 他告诉我 柳如烟在聚会上喝醉了 他把柳如烟 暂时放在聚会的酒店里休息 但怕他会有什么事 还是找别人来接他回去好 可他的手机只存有我号码 让我去把他接走 这也太巧了吧 我过去时 他确实满身酒气躺在床上 脸颊红润 白色紧身连衣裙 把身材完美勾勒出来 一边的裙带还脱落在肩上 妩媚的姿势 让男人难以拒绝 我把他扶了起来 他去块石头似的 把我压在身下 我看着他 唇角微微挪动 半清半醒说着 博答 我爱你 好一招美人计 但我也早料定 他不会安什么好心 所以在来的路上 我就已经通知了一腾成 决定给他的惊喜 如烟乖 我去去就来 我把窗帘和灯关上 让房间变得更黑 再把手机摆到合适的位置 便安抚着他 便慢慢退出房间 而这时 一腾成也刚好赶到 此时的我 正透过另一台手机 观看着这令人血脉膨胀的画面 一腾成果然没令我失望 第二天 柳如烟一大早就给我发来暧昧语音 看来 一腾成吃完就走了呀 还想让我背这个锅 而柳如烟还以为 昨晚与他共赴乌山的人是我 我礼貌地回了他 转身忙完工作 又去找柳诗语 此时的他 正在酒吧和朋友猜着全喝着酒 众人看到我来 很自觉给我疼了位置 他们已经相信 他是我未婚妻 坐着 谁让你给他疼位置 他脸色阴沉地呵斥着 要给我让位置的女生 从众人的表情 和桌面上的酒瓶 可以看得出 他今晚的心情很不好 悠悠 这是那个不长眼的家伙 惹我家老婆生气了 我一一点着旁边的 几个小弟名字 表情故作夸张 想要引他开心 他突然不耐烦地 把酒瓶重重一放 起身抓住我的衣领 把我按到沙发上 旁边的人被他 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连忙躲开 性计的 管好自己嘴巴 我不是你老婆 以后别来烦我 我愣了愣 这妞脾气真大 我认定的人 就不会变 我语气坚定 不惧他的眼神 直直看着他 你混蛋 一边说喜欢我 一边去和我姐开房 这就是你的坚定吗 他怒吼着 眼睛都充斥着血丝 听着他的话 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不由地大笑了起来 众人吃瓜的表情 一下从刚才的震惊和愤怒 又转变成了错愕 柳诗鱼也被我的笑声搞猛 以为我被他吓傻了 所以你是吃错了 他嘴上说着没有 但一举一动 都在证明他在乎 我把他安抚在座位上 倒了杯水给他 让他冷静一下 然后才开始解释 他看着视频里的二人 红着脸说我下流 是你要看证据的 这下满意了吧 他找了借口去上厕所 没一会 有个小弟跑过来和我说 他在旁边有人争吵 原来是他们的 一个姐妹 被男人搞大了肚子 对方不想负责 对方语气很是嚣张 老子就是故意玩他的怎么样 甚至还推了柳诗语一下 他刚想还手 却被我抢先一步 一拳打在那男脸上 压得你谁啊 他擦着嘴角的血子怒吼着 本少爷的女人也敢动手 那男也是个暴脾气 一声令下 两方人马就动起了手 场面一下变得混乱不堪 老板无奈只好报警 警察来后众人才停下来 我和柳诗语 也被拘留在警察局 痛骂 他指着我红肿的脸 本来与你无关的 干嘛插手 我宠溺地看着他 你是我的女人 谁也不能动你 他呆呆看着我 然后眼眶就变得湿润 抱着我哭了起来 我轻拍着他的背 他是个坚定的女孩 从小就很没怎么哭过 即使在家不被待见 受姐姐的欺负 或是在外面与人打架受伤 也不曾哭过 但是在我离世时 他哭到失声 你是不是傻 为什么放着我 这么优秀的姐姐不要 非要选一无是处的我 捶着我背 气呼呼道 你比我更傻 柳如烟虽然优秀 但娶了他 我会死的 你希望吗 他并没有反过我的话 而是在我耳边说了句 我答 我喜欢你 他终于说出了 上一世没有机会对我说的话 正当我俩要亲在一起时 警官走了过来 喂喂 这里可是警察局 谈恋爱就不要闹事 我俩相视笑了笑 双方的心都在这一刻被打开 家人来接你们了 我爸妈和柳家父母都有过来 他们上来就围着我嘘寒问暖 却没有人去关心柳诗宇 柳夫更是走到他跟前 不问理由 直接扇了他一记耳光 自己平常惹事就算了 这次竟还连累博达 真是丢人 我想上去解释 却被父母阻拦 这一刻 只想马上把柳诗宇娶回家 柳诗宇没有说话 默默承受了这一击 诗宇 不是姐姐说你 博达可是你将来的姐夫 你怎么能这么害他 这次他不再沉默 姐姐 好像搞错了 博达选的是我 是吗 那看最后谁会赢 柳如烟自信道 回到家 我坚定地和父母 说在下周六的生日宴上 将公布柳诗宇 为我未婚妻 博达 你是不是疯了 那个柳诗宇 都把你害得进橘子 你还要娶她 原本他们 让我做决定的想法 因为这件事 也变得有所动摇 我向他们保证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他们架不住我的软膜硬泡 只能同意 这天我特意邀请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见证 在别墅里举办盛大的派对 所有人都在向柳如烟 和他父母道喜 恭喜他即将成为 姬家少奶奶 柳家 也得借姬家的势力再度发展 我缓缓走到台上 告诉大家的好消息 今天不仅是我的生日 还是向大家宣布 我未婚妻的日子 说完我下台 往柳家方向走去 众人为我腾出一条道 在走到柳如烟面前时 他害羞地低着头伸出手 而我静止 从他旁边擦肩而过 来到柳诗宇面前 我的未婚妻就是柳诗宇 我用激昂的声音大声宣布 煞时间 派对变得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 才有人可以为我们鼓掌 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姜伯达 你胡说 你那晚明明要了我 为什么未婚妻却是柳诗宇 柳如烟呐喊着 一时间派对上一片蛙染 是啊 伯达 虽然我们柳家现在是薄 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世子 柳傅附和着说 我向他们解释 自己从一开始选择的 就是柳诗宇 从来没有变过 更没有做过对不起诗宇的事 柳如烟走到屏幕投影处 把那晚他喝醉酒 我出现在酒店时的照片投了上去 是他让朋友偷拍的 派对上的人顿时 相互间在那里窃窃私语 我父母的脸色 也便是难看 我不慌不忙走到台上 远远看着在人群中的伊藤诚 阿诚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原本还在看戏的他 突然被我点名 瞬间变得有点手足无措 他解释只是去看了眼 见他没事就回去了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伊藤诚也去过 我笑了笑 向电脑处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屏幕上的照片 转变成一段视频 视频里若隐若现看到伊藤诚 正在脱着衣服 扑向柳如烟 现场人群立刻躁动起来 柳傅更是怒气冲冲 奔向中伊藤诚 此时的柳如烟 才转头看到屏幕上的荧幕 崩溃大叫起来 这一晚 柳家和柳如烟 成了全城人的笑话 我顺利与柳氏宇订婚 正式婚礼在三个月后 这次再也没有人阻拦 柳一两家 为了不让事情恶化 也只好结亲 把柳如烟嫁给伊藤诚 并对外宣称 两人之前就情投意合 只是那时闹了矛盾 虽然明面上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柳家也似乎成了最大的赢家 但柳如烟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已彻底崩塌 柳如烟跑来质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陷害她 我说过 我喜欢的人是施宇 是你想要陷害我在先 我知道 她是个牙子逼豹的人 吃了这么大的亏 肯定会找机会报复我 但我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 我找到柳施宇 很认真的和她 谈及未来想法 此时的她 已经不再打扮得像个小太女 她穿起了裙子和高跟鞋 化起了淡妆 我从没见过她这样 落落大方的样子 施宇 我希望你回到家里公司就职 我会扶持你当上一把手 只有这样 才没人能伤害到我们 当刘甫得知 她想去公司 并没有阻拦 毕竟她现在可是当时 首富的准媳妇 可在柳施宇骑着她的机车 去桌球室安排那边的事情时 在路上一辆汽车 从对面静直冲她快速驶来 她为躲避出了车祸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导致她的手臂擦伤 和左边小腿骨折 妹妹 你现在好好养伤 公司办公室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 你好了之后 可以随时过来 好一个杀人诛心 而且 柳家似乎也没有打算 要追查的样子 我知道 这不是意外 是柳如烟的警告和报复 本想柳柳家一线生机 但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必要 我去找黑客朋友 调了周边所有监控 很快找到那个肇事者 并从她口中得知 正是柳如烟花钱让她做的 等柳施宇伤情好后 我把事情告诉她 她并没有表现得惊讶 仿佛事情在她的意料之中 从小就是这样 她得不到的 我也别想得到 即使把另一方摧毁 柳施宇淡淡地说道 我把她接到私人别墅 让她好养伤 与此同时 柳家和一家 以柳如烟和一腾城为首 进行的合作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一时间 两人呈神雕侠侣般的存在 既然如此 我再送你们一份大礼 我找到朋友大海 他是一名不温不火的导演 我让他帮我一个忙 带我引荐一名知名导演 我要投他准备开拍的电影 没问题 不过下次我拍电影 你多少得投点 我笑笑地答应他 这次也算是引用了他 他这人就是个大嘴巴 有事情藏不住 很快我要投资 李大导演一个亿的事情 传到了柳如烟和一腾城耳朵 经过上次的事 他们早与我形同路人 恨不得再踩我两脚 听说 我要投李大导演的电影 立马嗅到了金钱味道 便也去找导演 可惜投资人名额已经足够 除非有人中途退出 于是在我去签约那天 故意找人追我车尾 我便不急不忙追尾的人交谈 便给导演打电话 李导我这边出了些状态 要晚些道 麻烦您等会 实则是给柳如烟和一腾城 他们俩有机可乘的机会 两个小时后 我看到柳如烟和一腾城的微博上 发出投资李大导演 一个亿的喜讯 与此同时 追尾的人也不再和我纠缠 独自驾车离开 而我则去找了另一位 不知名导演 有上一世记忆的我当然知道 李大导演确定是一个 有才华的导演 但也有老马尸体的时候 他这部电影当时爆了 投资这部电影的人血本无归 而我投资的这个小导演 他拍的这部动漫 则非常火热 被称为国漫之光 处理完事情 我去酒吧小酌一杯 正好见到一腾城在那里 左搂右抱庆祝着 呦 是博打 这是在借酒交仇吗 实在不好意思 把你合作抢了 今天哥心情好 你的单算我身上 他得意洋洋拍着我的肩 真的 他没想到我竟会同意 愣了下便开心地指着我跟老板说 他今天的单 算我的 我像看傻子的看着他 然后走到DJ台上 抢过话筒 亲爱的先生们 女士们 今晚全场我请客 阿诚少爷来买单 尖叫声 现场不断发出欢叫声 一腾城被我的操作 气得满脸通红 但又耐不了我何 毕竟他刚刚才亲口 和老板说包了我的单 我则在全场的尖叫声中离开 两部电影都定当在暑假 开播第一天 李大导演的 这部科幻片 就被骂上了热搜 票房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反观我投的那部动漫 则好评如潮 此时柳如烟和一腾城 肠子都毁清了 这次投资背后的故事 也被人扒出 圈内朋友都嘲笑他们 当了我的接盘侠 而我则赚得盆满钵满 几少 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下次有这样的投资 一定得叫上我 几少 你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聚会上众人不断地开着玩笑 以前对柳士宇完全无视的人 现在也都纷纷巴结他 我走上台接过话筒 大家吃好喝好 今晚所有消费我来买单 众人听到不断发 几少牛 继少大意 一腾城则像吃了狗屎似 脸色难看 这时有人突然尖叫了起来 看着一腾城和柳如烟 竟是一腾城与头子的电影里女主角 出入酒店的照片 被狗仔队发到了网上 柳如烟背弃地当场给了他几巴掌 虽然女主角与一腾城不断发文澄清 但回应的是一个又一个铁证 而这一切当然是我的杰作 深知一腾城狗改不了赤实本性 从他从看到女演员那一天起 我就找狗仔队一直盯着他们 果然有猛料 女演员个人作风不正 遭到了更多网友的抵制 最后上映不到一个月 就被迫下架 两个月后 女演员找上柳如烟 希望他能退位 成全他和一腾城 因为他怀孕了 一腾城被这一消息 惊得连忙从其他城市飞回来 我和柳士宇刚正提着礼物 去看望他父母 刚进门就听见柳如烟在那里哭哭啼啼 爸妈 我们过来 看你们了 柳士宇开口道 虽然柳父从小对他就不好 但他和我结婚后 还是会两个月过来看望他们一次 在没人时 柳如烟恶狠狠地看着我 几伯达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 要这样害我 看到我现在沦为全城人的笑话 你开心了吧 他咆哮着 把一切的不幸都怪在我头上 你这一世 确实没有得罪我 但你的根到底是裂的 只是我避开了而已 我默然看着他不说话 他依然一直在输出 如烟 你在跟谁说话 伯达是你能这样跟他说话的吗 现在的我风头无量 所有人都想要和解好 岳父岳母 肯定不愿再得罪我和柳世宇分毫 柳如烟虽然生气 但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主 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 女演员不仅打了孩子 也再也没有来闹鼓 伊藤成也变老实 不再惹是生非 可这还不够 这对于我上市所承受的罪 十分之一也没有 从重生那天起 我就不断在收集 一家一些灰色产业 和偷税漏税的证据 只需要一个契机 就能把他们拉下台 为了弥补上次投资失败的损失 伊藤成打起了老年人口袋的主意 很快一款 针对老人家的保健品上市 经过他们的大力营销 吸引了一大批老年人 博达 听说这款保健品 对降低中老年人血压血脂很有效果 要不我们也给爸妈买点 我看着手机上的图片 摸着他的头 你有心了 这种新产品 需要再观察下 最近在公司工作还好吗 在和他订婚后三月 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现在在我父母公司学习馆里 很开心 大家都对我好 几个月下来 他们的保健品 正卖的火热 让他们回血不少 可赶鸭子上架的东西 终究不长久 我在朋友家里看到 他爸妈买了几万块的这款产品 大海 这种突然爆火的产品 还是让伯母少吃点 他像听出我话外之意 带着产品去做了化验 结果显示 产品效果远远达不到市场要求 存在虚假宣传的行动 被相关部门马上叫停 并给予了惩罚 产品也纷纷遭到退货 让本来正在回血期的一家雪上加霜 声名狼藉 事情发生后 柳如烟又与伊藤成大吵了一架 并搬回到柳家住 这天 我正陪着柳世宇 带着从保健品专卖店买礼物到柳家 柳如烟看到桌子上的礼品 瞬间就炸了毛 你们存心就是来看我的笑话 是吗 我很想说是 但还是礼貌地说 这是正品 大公司出产的 此时的他再也没有 以前的优雅矜持 现在看着 就像那饱受摧残的妇女一样憔悴 他还想说些什么 手机却响了起来 什么 伊藤成被抓了 当然 这么好落井下石的时候 我怎么会放过 把所有收集来的证据 都匿名寄到了警察局和税务局 他贪软地坐在沙发上 眼神发呆 这些从门口进来两名警察 柳如烟女士 有人起诉你 故意伤害他人 和教唆他人行凶 现在请你 跟我们走一趟 柳如烟以为自己做的事情 无人知道 但我可是一一帮他记着 柳家父母扶着警察的手 大喊是不是搞错了 如烟一直都是个好孩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但警察叔叔 不会无故来带人 一切都讲究证据 最后双眼无神的柳如烟 还是被带走了 教唆他人 造成柳失与处的车祸 还有带人教训女演员 导致他流产的事件 这些证据 我都完完整整交给了警察 在我的支持下 女演员站出来指证他 最后 伊藤成家族 因为偷税漏税 即经营灰色产业 伊府作为主要负责人 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并没收非法经营所得 因偷税漏税 也被重罚 几经折腾 伊家一招回到解放前 当我在看到伊藤成时 他跑起了业务 呦 这不是伊少爷吗 怎么 市场这么不景气吗 还要你出来跑业务 他一怒之下揍了我一顿 人家这么惨 总要出下气 我也不好还手 只能忍受的 最近我被鉴定重伤 他被挽留了六个月 并要赔偿我十万块 柳如烟也因故意和教唆他人 伤害他人人身安全 因为柳失与没有起诉他 但还是因女演员事件 被判两年有期徒刑 并赔偿一百万 柳夫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也重病卧倒在床 柳家的产业 也因此无人打理 柳失与只好接手经营 还好之前在家里公司学习过 他现在独自处理这些事物 也得心应手 但没过三个月 他就怀孕了 为了孩子健康着想 我只能勉为其难 接手他们家公司 而且为了方便管理 索性把他公司合并在我家公司底下 你老公是不是非常英明神武 我抱着柳失与道 他白了我一眼 我对着他肚子里的孩子说 你幸福了 还没出生 爸爸妈妈就给你准备了这么多礼物 第十个月时 出生的竟是对双胞胎 全文完